国务院总理李强16日在京和德国总理舒尔茨共同出席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座谈会 并同与会企业家交流 中德两国20多位企业家出席 李强表示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 两国的发展对彼此都是重要机遇 中方运同德方一道 把两国经贸合作的盘子做得更大 更优 更强 更好汇集两国人民 双方要共同努力 延续务实合作的良好传统 维护开放公平的市场环境 拓展互利共赢的合作空间 两国企业要加强产业和创新合作 不断培育新的合作增长点 实现更大发展 中国政府愿同德国政府一道提供更多政策支持 让双方企业合作更加顺畅高效 推动两国经贸合作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李强表示 当前中国经济的回升向好态势 正在不断巩固增强 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 步子不会停 将继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 我们正在不断调整优化 数据跨境流动等方面的安排 将继续常态化听取外资企业意见 积极回应解决企业的合理诉求 中方将持续采取务实举措 让包括德国企业在内的更多外国企业 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 希望两国企业家们积极做中德合作的推动者 同时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 为增进两国相互理解和信任贡献力量 舒尔茨表示 中国是德国最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 两国经贸联系紧密 双方都从中受益 德方重视维护和发展德中经贸关系 反对脱钩 将进一步深化德中经贸交流 扩大务实合作 德方欢迎中国企业复得投资 座谈会后 两国总理共同会见记者 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